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58回 柳铭看的这家伙这样 一声冷哼过后 两手在同时一扬 破空之声一响 当即又有三道锋刃同时击射而出 这些锋刃的速度赫然之间比一开始足足快上了近半之多 只是一闪就到了灰袍男子后背处 那灰袍男子纵然说身形灵敏无比 但这一次呢也能勉强避过其中两道 而被第三道切开了身躯一侧 一声叹叫倒地不起了 扑的一声过后 附近泥土中一道黑线接尸而出 瞬间洞穿了灰袍男子头颅 让他叫声一下子夹让而止 就此死去 正是白骨蟹终于也赶到了附近 并在地下终于出手了 柳铭这才放心下来 走到了那口青色剑柄附近 俯身将它拔了出来 只见这口短剑长不够半尺 但是表面清光蒙蒙 隐约有丝丝的寒气散发了出来 并在刚一落到柳铭手中的时候 还微微的扭动不已 似乎想要挣脱而出的样子 嗯 果然是灵气 原住人都已经陨落掉了 竟然还能这么有灵性 看来品阶绝不会滴到那去啊 柳铭心中一喜 急忙从身上摸出一个木匣 他把这短剑装入其中 往袖中移送 这个时候白骨蝎也用巨傲从灰袍男子的尸身上 夹出了几样东西送了过来 其中呢 两个皮带也就算了 里面呢 只是放着一些疗伤丹药和一些杂物 巨傲单独夹着的一个赤红色的玉匣 可是引起了柳铭的注意 都好奇的将玉匣打开 里面一股白蒙蒙的寒气一扑而出 不禁精灵灵的打了个寒颤 玉匣中竟然放着一颗蓝汪汪的金珠 看起来奇寒无比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 柳铭这才有些恍然 那灰袍男子如何能够冲出火海 此物 多半也是一件奇宝啊 柳铭心里想着 飞快的将玉匣和其他东西 全都收了起来 再四下打量 又抬手放出了一连串的火球 将附近战斗过的痕迹消除了 造成和火海那边差不多的效果之后 这才将白骨鞋收起 趋云腾空冲着盲鬼宗方向 一飞而去了 数日之后 柳铭回到盲鬼宗的时候 宗内赫然一切如旧 没有相关消息传回 柳铭见此先去执事堂 记录了一下重新回宗之事 就立刻返回了九英山住处 就此开始服用丹药 每日炼化药力 转眼之间 七八天过去了 这一日 一名九英山外门弟子出现在了小院外 并大声说龟如全召唤他上山 柳铭听了这话心中激动 收了功法走出了屋子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他就出现在了山顶大殿当中了 殿内除了龟如全之外 他还看到了那位中年道士张师叔 果然是此子 中年道士一看柳铭笑了起来 龟如全听了这话神色不变 只是冲柳铭问道 前些天你可是去了魏州访氏 并在回来的途中遭遇了那头恶交 是的 弟子的确去了魏州访氏一趟 你可知道 除了你和张师叔救走的两名弟子之外 其他人全都陨落掉了 在你张师叔走掉之后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又是如何逃得性命的呢 中年道士文廷此言脸上略显一丝尴尬 他当时未能将柳铭一同救走 虽然算是情有可原 但现在当着龟如全 这位柳铭名义上的师父的面 自然还是有些不太自在 辉禀归师 除了前世纪二人之外 弟子恐怕是其他人当中 唯一能够保持清醒的人 所以等非洲被那恶骄用莫大神通震散之后 弟子也只能采取了一些自救手段 柳铭倒也没有隐瞒 当即将当时发生的情形一一讲述了出来 不过有关白骨蝎 还有另一头风道也逃得性命 并得到了那口短见灵气的事情 自然只字未提 只是说呀 自己从访睡中多构置了几枚防御符露 这才能侥幸的逃出火海的 啊原来如此 我说后来再回到原处的时候 连其他弟子的尸骨都找不到了呢 竟然是被那头恶骄一把火拳烧掉了 不过白石纸倒是运气不错 恰好在仿式中够得了一些防御符露 否则恐怕也没有办法逃得性命的 要不是我从指使堂 朝道近期回宗弟子中有你的名字 恐怕还不知道还有其他弟子生还呢 哎 张师弟无需自责 谁能想到原本只是想引出风道 一群跳梁小丑的圈套 竟然会引来了这头恶骄而来 而且三明灵石中 也只有张师弟一人能够活下来 这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哎 我也是因为烽火门的赤阳前辈突然现身 惊走了那头恶骄 否则同样无法生还啊 此恶骄之厉害 远超传闻之上 即使身负重伤 也绝对不是我们这些灵师所能够招惹的呀 可惜呀 听说赤阳前辈追了两天 还是将此骄追丢了 算了 这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再过一段时间 严师叔应该就可以再次出关 到时候 本宗还有希望从中分得一份好处的 希望如此吧 哎 对了 白石只可以回去了 另外 有关恶骄和访试事情 一字都不可外传 为辙 要终归处置 中年道士点了一下头 冲着柳明神色一宿 是 弟子知道了 你这弟子不错呀 竟在那头恶骄笑声中 还能够保持清醒 这可不是一般的弟子能做到的 等到柳明走出了大殿 中年道是出口暂训 嗯 此次无论心性机制 那都是上家之选 唯一可惜的是只有三灵脉资质 否则的话 我早就将他收为侵传弟子了 啊 原来这 三灵脉 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他若能进入灵脉后期的话 夺得一名核心弟子的位置 我看还是大有可能啊 中年道士文言同样很是惋惜 哦 对了 我还未恭喜师兄一声 听说朱师兄和钟师妹 去了一趟海族访式 并换回了一块深海航光铁 哎呀 此物可是炼制真正非剑剑坯的材料之一 恐怕不久之后 田野宗那边就会派人找师兄了 中年道士又想起了另外一事 嘖嘖恭贺 这是朱师弟他们扶元道的 不过此物虽然说能当作剑坯来用 也只能啊 炼制出下品的飞剑 况且说我们几个另有大用 并不打算出售给田野宗啊 龟如泉一脸胡须 也有几分高兴之色 啊 原来如此 那可真的是有些可惜了 田野宗对飞剑剑坯材料 那可是一向不惜花费代价收购的呀 呵呵 实地以后自然知道真假了 龟如泉黑黑一笑似乎不愿多谈 随后二人又交谈一会儿 中年道士就告辞离开了 回到住处的柳明 进入修炼屋中后 脸色凝重的思量了好一会儿 这才从身上取出了一颗丹药符下 并开始炼化起来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自然是进入灵图后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一边催动着明古诀第三层法诀 一边能清楚地感受着体内法力的一点一点的增加 半个月之后 正在修炼的柳明忽然感到身躯一阵 灵海骤人无法自制地滴溜溜地转动了起来 同时一热一冷两股能量从中一冲而出 并飞快地走遍了全身各处 在骤人往天灵盖上一冲而去 轰的一声过后 柳明只觉得脑子一声闷响 冷热两股能量就骤然在神识中交回一起 再无任何区别地融合一块 同时呢身体一轻几乎要飘飘欲飞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舒服至极 成了 这明古诀进入灵图后期 竟然真的丝毫平静没有 柳明站起身 感受着体内一下子激增数倍的强大的把力 不禁大起过望 如此一来呀 他再也不用担心气泡下一次的爆发了 过了好一会之后 柳明这才平息下心中的兴奋 准备以后一段时间仍不外出 直到能将外溢法力控制自如 如此一来 除非说与人斗法放出气息 否则一般人也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真正的修为境界的 毕竟如此短的时间就进入到灵图后期境界 以他三灵脉的身份还是有些太惊人了 下面的两个多月中 柳明将剩余一些丹药也全都服用的差不多了 甚至于体内对这几种丹药都产生了一定的抗性 就算说继续服用也没有办法增加多少法力了 于是他开始每日静静的打坐吐纳 将灵图境界一点一点的巩固下来 让柳明有些纳闷的事 现在啊 已经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 体内的气泡 却仍然丝毫反应都没有 他心中诧异之下 更不愿意在此种情形之下 做宗门任务 但这一日 他还是去了九英山 密法阁一趟 并从中找了数本讲解灵气的厚厚的点击 并带回了住处 过了几天 他终于研究透彻某种法觉之后 当即兴冲冲的将内口青色的短剑取出 张口称的喷出了一团团精气 然后双手掐绝 冲起打出了一连串的法觉 扑扑几声过后 灵气一下子将其精气吸纳带进过后 表面开始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青色的符文 一个个只有米粒大小 但是滴铃铃一转过后 就忽然凝聚成了一个个青色的文阵 一层层撕网般的将短剑包裹其中 一眼看去足有十几层 柳铭双目一凝 开始仔细辨认这些文阵数量 扳上过后 这才眉头一皱自语了一句 十六种进制 中品灵气 算是中品灵气中的顶级的存在 也算不错了 按照在先前看的典籍中所说 灵气微能大小和品质等级的判断 基本上靠其中蕴含进制的成数来判断的 一般来说吧 拥有一到九重进制的灵气 那是下品灵气 十到十八重进制的是中品灵气 十九到二十七重算是上品灵气 二十七到三十六重则是极品灵气了 至于三十六重进制以上的 则就是传闻中拥有排山倒海之能的法宝 才能拥有了 那几本典籍对此只是略微一提 并未多说 当然了 这种判断灵气品质和微能的方法 也不是绝对的 毕竟灵气中也有互相克制之说 并且灵气还要看本身属性 是否和主人修炼的功法相适宜 在不同修为人手中 也能发挥出截然不同的微能啊 这口短见 对于现在的柳明来说 因为修为限制缘由 无法发挥出其真正的微能 其所附带的十六重进制 现在能激发三四重 那就算不错了 但就算如此 此剑只要继练之后 就可大小随心变化 更可催动上面附带的静置 微能根本不是那些 所谓的福气所能比拟的 柳明想霸 当即将此剑往身前一抛 竟凭空浮现在西空中 手中掐绝不已 同时口中继续念念有词 一团团精气 也在不停地喷在短剑之上 又被其飞快地吸入 让其变得越发的寒光森然 不过这口短剑的纪练困难 远远地超出了柳明先前的预料 也不知道是他现在修为 相对这口中品灵剑是不是低了一些 还是灵气继练原本就不易 他光是炼化飞剑上的第一重进制 就花费了七天 第二重则用了半个月 第三重进制的炼化则足足用了两个月 这才勉强做到可以催动的地步 至于第四重进制 则在继练了数日之后 不见丝毫动静 才知道不是现在的他 所能够炼化的呀 多半要等到修为 真正到了灵图后期大圆满境界 才有那么一些希望 而近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那神秘的气泡 还是未曾有发作迹象 这让柳明的心中 感到有些发毛了 干脆心一合 开始研究从魏州仿石那里买来的那本炼丹 基本大权了 毕竟他修为到灵图后期之后 增加法力的丹药 价格自然比以前服用的贵得多 种类也一下子稀少了许多 光是服用第一品丹药的话 远远不足以将其法力推到后期大圆满境界 孤儿现在的他 对丹药品质的 也是有了一定的要求了 因为柳明知道 这些对他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59回